燕南飞 但是燕南飞早期唱还是 她算一个闭口音的歌 还是比较难唱的 唱好不容易 不容易 我知道那个飞我练了好久 对 其实正常的话 先不要唱闭口音比较多的歌 通过练声曲把闭口音解决了 再套用这个歌曲 否则的话容易唱出问题来 你讲的对 我就是脖子硬紧了 后来我就停了 停了停止学音乐 后来看到你这个视频 你讲的那些问题都是我存在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 其实歌唱的有很多共性 很多共性 不是说你一个人 其实我在学声乐的时候 也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器官什么都一样 是吧 所以不要不要胆怯 学声乐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勇气 我这有很多学生 他们有时候不敢发高音 或者是什么 我说来你发一个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吓到我 是不是 我的耳朵什么难听的声音都听过 什么可怕的难看的表情都看到过 所以不要害怕 我怕你 asymptければ 如果我 怕你应该是真的